大家好我是PonBone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真品龍王國2週年的粉絲創作活動 活動時間的話是從我們2022年的12月26日到2023年的1月15日的上午11點 這個是我們的目擊期間 那收件的期間的話是從1月9日2023年到1月15日的上午11點 都是在2023年的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在1月9日的時候有開放專用的網頁 是可以讓玩家們就是來那個上傳佼佼作品 結果公布的話是在我們2週年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8號 然後這一邊特別感謝滴色小精靈還有提供就是這個消息 那我後來有稍微問了一下這個活動的話他是各區都可以參加的活動 所以玩家們到時候等到2023年1月9號 如果你是有就是有以上的 比方說手繪圖畫或者是電腦插畫平面設計blahblah之類的東西 就有相關的創作都是可以參加的 就包含像比方說像我的繪飾阿蘇還有幫我設計席啊 薑餅人相關就是頻道的賀圖 那一些的話也都是可以做參加的 所以這邊先特別說明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看獎項吧 比方說像分類的話這邊大獎總共有三個嘛 遊戲的稱號跟頭像 哇我的天啊官方最近是怎樣 辦了很多活動就一定都有一些特殊的稱號跟頭像耶 OMG 然後這邊的話大獎是水晶5萬喔 還有薑餅人王國積木全套組 還有公仔套組勇敢餅乾的公仔套組 這一些的套組啊在那個官方的那個Quest Store應該是都有做販售的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都算是蠻精美的 然後再特優獎的話這邊人數是5人嘛 水晶3萬 然後還有積木組也是一樣的 優等獎的話這邊是水晶1萬 然後還有堂堂地精之家的積木組 然後還有堂堂地精的那個公仔套組 那這邊重點全部的話也都是有遊戲稱號的 優等獎的話也有遊戲稱號 但是特優跟大獎的話包含還有特殊的頭像喔 哇這個頭像感覺就很厲害 接著木吉的作品形式還有一定程度的長寬解析度 還有相關的容量類型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整個這個算是2週年的粉絲創作活動 算是前哨戰啦 那2週年畢竟也快了嘛 就2023年1月19 希望到時候滴社可以準備一些豐富的週年的活動 可能包含像那種大型的登錄獎勵啦 或者是一些特別節目之類的 那就期待到時候官方的整個的籌備 那對於2週年粉絲創作有興趣的玩家們 可以在這個時間可以慢慢開始準備你相關的作品 然後請記得在2023年1月9號開始就是直接在專用的網頁來上傳 到時候也會來更新一下相關的東西 那我是PonBon 下部影片見 掰掰